俄羅斯從普丁決定 在烏東的頓巴斯地區 來進行特別軍事行動 包含了美股 包含了台股全面重挫 蕭使指稱俄羅斯 如果進一波入侵烏克蘭 拜登政府可能會以 癱瘓華為的手法來製裁 僅僅焦點 交給千涵 好 我們先來談一下 這個怎麼樣子的一個製裁法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要對金融來癱瘓 俄羅斯的話 其實感覺上好像不太給力 什麼叫做華為模式的製裁 其實就是綁住 整個俄羅斯的雙手 他們的經濟命脈 拜登政府有可能會聯合 台灣 日本跟新加坡 讓俄羅斯沒有辦法取得 像是美國 還有其他外國所制的 包含台灣出產的高科技 以及低科技的產品 像是半導體 消費性電子 以及飛機零件等等 但是俄羅斯我們知道 他們也不是省油的燈 因為之前有幫大家做過整理 很多的晶片製造 最需要的 不管是在重金屬的部分 還是原物料 都需要仰賴俄羅斯的一個出口 所以這招制裁能不能奏效 還很難說 我們來觀察的是 美國主要的經濟制裁 其實之前的話 多半是來針對像是伊朗 北韓等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 所以像是台灣的一些 高階的控制器 還有工具機 這些是被列入在 戰略性的高科技產品 都有出口的管制 不過近年來說 台灣透過三角貿易 有陸續把工具機賣到俄羅斯 所以現在重點來了 一旦台灣也被要求要加入 制裁俄羅斯的行列的話 對於國內的工具機業者來說 是非常擔心這股後座力 會反噬到自己身上的 我們先來告訴大家 一些相關的數據 台灣的工具機業者 為什麼那麼樣的擔心呢 其實最主要台灣近兩年 出口工具機的國家 一到三名是大陸 美國 還有土耳其 第四名就是俄羅斯了 烏克蘭的話是排在第37名 事實上台灣的工具機業者 其實去年的時候 銷往俄羅斯在工具機的部分 金額是高達了1.04億美元 年增的幅度有來到26%左右 也凸顯最近這幾年 俄羅斯對於台灣的採購數量 是有明顯增加 從哪些 包含像是工具機 加工機還有車床等等的話 都是主要的商品 而當政府政策 工具機業者表示 當然會全力配合到底 只是這每年消亡俄羅斯 數百台到上千台的工具機 又有誰要來接手這筆訂單 會不會對於他們的業績有所影響 現在都是打上一個問號的 當然工具機工會也表示 通常他們是先拿到貨款 才會出貨 所以這次的制裁 影響應該不會太大 也就是說不會有已經出口了 卻拿不到錢的問題 但是呼籲我們的政府 應該要來積極盤點 不管是從惡物進口的原物料 還是零組件的庫存 以免之後雙方真的打起來 而出現大規模的缺料 黑市如果又轟台價格的話 其實不只是對於工具浴機 對於一些半導體還有民生消費 都會有所影響